可能在开车所以说有点感觉 对 因为这个路有一点那个 有一点山区的感觉 那叫什么分享一下直播间啊 哦 不开是吧 不开就好 我的话现在开车 所以说不能给他看直播 让阿子 阿子的话就是坐在那个副驾驶 可以给他看可以给他看直播啊 对 我拿着手机然后你可以 你们分享一下直播间 所以跟你们分享一下直播间 今天晚上收拾一下那个 收拾一下益仙东和那个后面的老板 啊 就这么简单 他会不在 我怕他那个后面老伙不在 我不在 怎么可能 下一次我去找他的时候 他都一直都没在 没事 他不在 那我们就把货拿走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我们现在快到了家吗 快到了 还有 还需要多少 打一波正能量 打一波 还有两公里啊 还有两公里就到了 注意安全好的 我们会注意安全的啊 这样吗 我们会注意安全的 对 你们把直播间飞翔飞翔一下 来刷个节目 把直播间飞翔飞翔一下 让叔叔阿姨们 都来看一下这个老板 等一下如果那个老板在的话 今天晚上让直播间 每个家人都解解气好不好 好不好 好不好 好的 打个好 晚上好 晚上好 这个老板跟一仙东 他们俩就是一伙的家吗 有可能他们两个是前面就已经认识了的 这两个人 对不对 虽然感觉 指不见多少人 像四百人 来 指不见所有家人吗 先上一个一两千人 对 飞翔飞翔 要直播间 然后打正能量家吗 家们都打正能量支持我们都打正能量啊 这时候我们去找那个老板的都打正能量 谢谢 飞翔直播间 谢谢 谢谢 晚上好 晚上好 东哥在开车 东哥在开车 我们现在已经在一个很灰的路上 在一个有点灰的路上 这样 阿泽 就是你上次去那个杭州的时候 那个艾佐不是跟你一起直播吗 嗯 那个艾佐不是喜欢你吗 你觉得艾佐怎么样 很好 很好 不是真的 只耳八经的八卦八卦一下 那很好 那很好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在一起呢 我们今天是去办事情 不是八卦这些的吧 哈哈哈 又带家人们我都尴尬了 我们今天是去办事情 又不是八卦这些的对不对 谢谢分享直播间 谢谢家人们 那还有就是上次那个 我那个火辣辣阿姨他们 嗯 跑过来跟我说 他说你在直播间里面说喜欢我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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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回家 对不对 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 哪有哪有 这个员工喜欢上次的呀 对不对 都快到了 80米 谢谢乐乐奶奶送的那这样子 我先把车停到这里然后我我过去看一下 好不好 好 好 还有还有多少我看还有多少 还有50米50米 我就把车停到这里然后我就先 我就先先先过去看一下 但是会不会不安全啊你个人我先过去看一下 我去摸位置 好行 你在你在车里面等着啊 好 他们两个先去看看 上去就是 他们两下两个先去看看家吗 我们先 我先跟你们聊聊天 然后他们两个 那个先摸摸 我先看一下 嗯 阿子注意安全 我们会注意安全的家吗 本来就是 真的 这个老板真的是太过分了 你知道吧 对不对 你们说过不过分吗 对不对 人家本来好好的 对不对 跟他谈好了 对不对 把押击都给了 但他呢就直接翻脸 不认人了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真的越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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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吧 最少5000块钱 对我来说是多 但是对公司来的话也不多不少 但是呢 都很气人 对不对这样嘛 阿子小多在说我们 他们说你阿小多说回来了一年 他说你上次说跟你说什么什么 晚上好晚上好这样嘛 对我们把分享直播间真的这样嘛 他说我有点担心 我有点担心 等下那个老板会不会不承认 我压了5000块钱这样嘛 会不会不承认 我现在有点担心 嗯对就是一老板和就是 呃那个老板他们两个 呃就是在死的那个老知道吧这样嘛 他们两个就是 一会儿的知道不这样嘛 算是一会儿的 就是那个老板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不是前面认识的 还是后面认识的 我们打一步正能量把车关好 好的好的我关好 我也有点害怕 我把车关好了 阿子小心一口高你们 好的好的我们会小心的 会小心的没打条子嘛 没有打没有打架嘛 没有打 所以呢今天呢 今天呢本来我是还在上班的 但是呢我就跟着东哥一起来这里 东哥说来收拾那个老板 他说给我解解气 解解气 然后前天前那几天我不是过来要站吗 然后那个老板把我甩在这里 他理都不理我 然后他就是嗯 他一直说来了来了 然后把我骗到这里等他一天知道吗 所以东哥说今天晚上就带我过来解解气 然后就让他让他付出一些代价 我们就看着东哥怎么怎么搞那个老板好不好 有可能老板不在家嘛 有可能不在 为什么不打条子 因为他那天说不用打知道吧 他那天是怎么说 他说他说我们哎呦 我们的蜂蜜场地就在这里 他说能跑哪里去嘛 他说能跑哪里去嘛 这些蜂蜜啊都在这里 能跑哪里去 他说如果我朋友能跑的话 呃就是过来你搬我这蜂蜜搬走就可以了 他是这样说的知道不这样嘛 然后他他说话那天是就是很像一个人一样的 所以我就相信他了知道吧啊 怎么样 那个那边有人有人 有人吗 那老板在吗 有一个穿着一个耐克的一双鞋的 一双白色的鞋 我不知道是不是 然后那个我我叫了我一些兄弟过来 保护一下我们两个他们在路上 我们先等着他们 然后我们再过去 对对我因为那个老板 我感觉有点坏 而坏不坏的问题 有点就是我一个男的 没事知道吧 你一个女的跟着我 那你的安全 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你没事我就没事 解不解气 这五不解气 五千不五千的都没 都不是我女的 我也这么说的 我就怕就是 是吧 你一个女孩子在这里 知道 那你上来吧 那几个兄弟到了 然后我们再过去 然后我那几个兄弟就不进去了 等一下就我们俩进去 好 有什么事他们就跟着我们进 他们就会过来 好那就更好了 我先在那边看着 然后先等我兄弟过来 好 好 可以 真的 你那天是不是在直播间里面说喜欢我 哎呦 哎呦 这样我真的是 东哥他很喜欢看我笑眼这样吗 我都尴尬了 我拿个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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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转转记录就可以了 我这边是有的 我这边是有的这样吗 我这边有有用吗 我这边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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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 嗯 东哥拿他的东西 拿他的东西的话就是 哎这样吗 我们是正能量的人 对不对 我们又不是什么坏人 又不像别人说话 不算数 对不对 我们是正能量的人 我们不可能乱拿人家的东西 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肯定会找到 推那五千块钱 对不对这样吗 你们说是不是 我们又不可能乱来的那些人 对不对 所以呢 哎呦 把那个支架放 你们放心吧 但是你们也要陪着我们啊 东哥现在叫了他的一些兄弟过来 因为这个地方我给你们缩假嘛 你们看一下 很黑的 很黑的 什么都看不见 什么都没有 很黑很黑 知道吗 所以呢东哥他有点 应该是有点担心嘛 然后他现在已经叫了人过来了 他过去看了一下 然后他觉得应该是有一点点不安全 所以呢 他现在已经叫了人过来 然后我们在那些人在路上 所以呢 呃我们就在这里等他们 我觉得东哥做事还是 他想的很中道的啊 真的他想的很中道的 他过去瞄了一下 他就叫了人过来 对不对 你们白天没去网上去 因为我们白天 白天在忙 白天在忙 然后为什么 因为上一次我也是白天去的 白天去的话怕没人 知道吗 怕没人 所以呢我们晚上才过来的 知道吗 这样吗 我们晚上才过来 因为晚上的话 基本上那个老板会过来 检查他的那些蜂蜜 知道吗 检查过来他的那些蜂蜜 这样子的这样吗 来我们分享分享一下直播间摔个节目 不用说什么小都坏女人了什么什么的 不要乱带节奏啊 我哥小东 我哥东哥只是一个公司的员工和 呃这个上次的关系 没有任何的关系 不要带节奏知道吗 我们今天是过来办正式的 而不是过来 哎让你们带节奏这样那样的 对不对家吗 我们打一步正能量 谢谢家们的支持 谢谢谢谢 感谢家们的支持 感谢感谢 感谢家们的支持 对我们分享分享直播间 然后把点赞再点起来啊 把赞再点起来这样吧 我们一起加油 然后把这五千块钱拿来 然后收拾 就骂一下那个老板 行不行这样吗 你们说骂一下他是怎么办 还是怎么办呢 呃 对对对对对对的 对的家吗 我哥东哥是员工和上次的关系 不要乱说 不要乱带节奏 反正哎呦 我也反正听听够 你们这些乱带节奏的 我已经听累了 我已经听够了 听累了 但是我也希望你们不要乱带节奏 谢谢家们的支持 谢谢谢谢他当 他当时拿了你的钱 你没有叫他打收 收条票吗 我叫他打了 但是他说 他是这么说的 家们他说就是他说 呃 你放心 他说你放心 他说你有粉丝 对不对 他说你有粉丝 然后呃 呃我们这里也有蜂蜜 他说大家都是呃 怎么怎么样的 不会乱来 不会甩赖 然后他说 如果怎么怎么样的话 他说小姑娘你放心 阿子你放心 他这么说的知道吗 家们 所以我就啊 我觉得我想来想去 我这个人真的很笨 我不知道是老实 还是笨 还是真的傻 我就这么的相信他了 知道吗 家们 我就这么的相信他了 谢谢家们的支持 谢谢 有有记录的 有记录的 放血里放血有记录的 阿子瘦了很多 对我瘦了很多 家们 我瘦了很多 因为我经常身体不好 我经常身体不好 我现在11号 我都还约了医生 我约了成都的医生 我11号 双11 我11号约了成都的医生 我还要11号去成都检查 一个全社的身体 因为我经常身体不舒服 知道不这样吗 你太太相信人了 以后要录医 好的 我答应你们 我以后要注意安全 好不好 我以后要多注意安全 不要骂人 要 否则 那就算了 嗯好好好 可以的可以的 傻子不傻子 我觉得我就是个傻子 我觉得我就是个傻子 好的那我下一次不管做什么 我都叫别人打那个 嗯 条子好不好 都打那个条子 来我们打一波正能量 来这样吗 我们打一波正能量 然后 要不我也下去看看吧 要不我也下去看看吧 这样吗 我有点担心 我有点担心他们会不会出什么事 怕不怕 不要去是吧 不要下去是吧 不要下去是吧 太黑了 黑的什么都看不见 我现在把车提到这里只有那个车灯 看得见车灯 我那么多人都叫我不要下去啊 小子叫了人 对 叫了人 叫了人 叫人像在等人 你狗太坏了 杜燕啊 就搞那时候真的是 太坏了这样吗 也不是说坏吧 不习惯把这个坏字用在别人身上 但是我也不知道别人为什么这样子 快点下去看你的男人 我真的头疼 你们几个人 我们刚刚是我们三个人 现在东哥又叫了人家 刚刚是我们三个人 现在东哥又叫了人家吗 我下去看看 我看到了没 看到了没 非常的黑 非常非常的黑 哎 有车出来了 有车出来 灯关了等一下 等一下 这个车怎么有的呢 这车是从那个办公室里面出来的 嗯 又来一个 又来一个 又来一个了这样吗 等一下 然后跟着他们回去看一下 我看 哎东哥我感觉刚刚那个前面那个车也得像那个老板的车 哪个老板 蜂蜜老板的车 蜂蜜老板 有点面熟 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不是吧 奔驰 一个奔驰 对 等一下啊 应该不是吧 他们都走远了吧 我靠 你在这里掉头 是不是看到我们在这里了 应该不是啊 没看到了 我看他们是从那个办公室里面出来的 那我们现在跟着去吗 对 我咱们跑哪里去了 等一下啊 有可能他们知道我们来了 哎 他们去哪里了 在前面好像 不是 不是吧 打正能量家吗 打正能量 家人们你们说他们是不是知道我们来了 所以就跑掉了 一走打了电话 哦 这是会不会是他们看到我直播了 应该也不是 不可能看到我直播 有人在你 谢谢大家